今天教的是三星塾班 工作组 要教一下主啊 就是这个一支 这个一支 这个一支 这一支 这个一支 一个组 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一個是沒有開口的 一個有垂口 那這一邊 垂口從這邊看嘛 這個第三角吧 那上下是續線 因為從這邊看 這邊實現 OK 就這樣 又花一支 今天到 因為你剛好在我這一天來 還有去 有人聚集 因為我上課就是這樣 就是 不可能為了我同學不練習 大家時間都很趕 所以 沒有很平等 好嗎 好 那 吃小龜 那這個為什麼 我會多拿一支 因為這個剛剛說三星嘛 乳班三星 為什麼四支 我想告訴你就是 這個三支合起來的厚度 快度就是這個 好你摸好 它非常的平整 好 所以 你要是稍微 做不準跨不準啊 它就會 沒辦法進去練麻煩 所以就是 要讓它坐在正中間 讓我來講一下 怎麼樣坐到正中間 我先 好 好 那你會有 指腳龜嗎 會有鋼匙嗎 那 我找一下鋼匙 好 那 我現在想要讓 這個 其中一支呢 坐在這個正中間 那怎麼去算這個距離 來 我就 然後 這樣 這個爪皮 那量這一邊 這一邊呢 是 一百 所以我就一邊 五十 對不對 好 那我就一邊五十 那 我先量一下 這邊五十 我畫一條線 我畫一支就好了 好 一直 那我另外一支這邊 欸 這位鋼 可以低一點嗎 這位鋼 好 這是 模範鋼 我們搬了那個 啊 所以我中間呢 這個就用它的厚度 好 就用它的厚度來畫 那它就會在 正中間 那我這樣量了 這邊也會剛好 兩邊的距離會 會 會一樣 因為我是剛剛這樣屬於二 那我既然確定了之後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它 夾在 夾子上面 好 因為我只有 只有畫三支嘛 三支你知道嗎 就 就 八點再過去 欸是八點再過去 不要再講畫屏 好 好 那我先把這個抓屏 好 這個抓屏 抓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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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轉 夾起來 好 欸 因為我要這三個都一樣嘛 對 這邊挺 那我把這個 弄起來 把它掛起來 好 好 距離好了 那我可以拿另外一個來確認 但你只會有三支啦 所以 好 不要這樣 不要壞西裝 我就拿另外一個 然後現在看這個距離 它是剛好的 哇 完美 很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距離給畫出來 我就用直角不會 把這個線 它其實不用畫到 畫到四個線線 好 我覺得個人是 我覺得不用 那我把這個直角給拉出來 這距離其實很快啦 所以 我想說中間要不要穿得下我 好 好 那我把 我是有畫一個 L型喔 好 好 那我現在這三個呢 都畫出一個 雙面的這樣的線 三個都一樣 好 很好 它沒有 還少了一點 現在是晚上啊 我們工廠都這麼熱鬧啊 對不對 那也是要說 就是我們 很好 很好 那現在呢 我現在還要做一個 因為我底線會一起畫 然後之後才一起畫 等等會有一個 畫線規 畫線規的部分 好 好 那我現在要定一個 這個寬度 好你看喔 現在的評價就是 我現在要畫 這一張圖 的這一個 好 那所以 我就把這一個的距離 拉過來 拉住 最極邊的墊子 好 最極邊的墊子 我就把這個線 畫出來 然後再來這一邊 最極邊的墊子 好 因為我這個是三整份嘛 所以我看中間 它也會一樣 三整份 那我要把這個 這個略短一點喔 好 拉過半 然後把這個線 投影出來 所以它畫齁 然後 我現在教的是 比較慢的方法 但你就是 你會做得來 懂嗎 就這樣 OK 那等等 我再把這個 一起畫過來 好 好 那 基本上我 有翻一個 翻一個傻 等等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 你要不要跟我測一點點 再測一步 會跟我比較同方向 好 好 那我想說 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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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做一點點修正 好不好 因為 神靈怕過 又是 好 他以教學 陳柏凡知道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陳柏凡是原住民 而且他膚色非常的健康喔 有一次他上課 我說 陳柏凡 為什麼上課 有巧克力 他說 老師那我在吃手啊 這樣 好 好 不要亂講話 好 那我很羨慕 提出有黑的人 好 不要亂開口 開玩笑 好 好 我們現在來檢視一下 我這樣一圈 好 不到一圈啦 因為我覺得這邊不需要畫 我現在這個呢 這樣上面 慢慢一點 就是最左邊這個 好 那我現在呢 這個 有沒有很像 那我來切一點點 還沒完成 如果有線略細啦 啊這個有一對 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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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一對就叫胚 好 留在他講 好 那 我現在用刀線 那刀線要多厚 我告訴你 就這個材料多厚就多厚 我們來調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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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畫 好 就 畫到這條線的頭尾 啊不要畫超過 好不好 好 好 就這樣 刀線 那 假設我想看一下說 看一下這個是不是 比較 會剛好 但我這樣看起來喔 好 中間那個太緊了 那我 必須再把它敲大一點點 那我敲大一點點了 好 好 因為我現在不太確定了 好我們 偷偷畫一點點 然後再來看 嗯 很好 很好 超側邊 不要 呵呵呵 喔這個 這一個 略鬆咧 好 為什麼它比較鬆 你知道嗎 因為它用很久了 好 不要再讓它開到一家了 今天心情很好喔 你不斷在講的話 好 好 所以 我現在 好 哇賽 好 就這樣 越準 好 因為 假設我沒有什麼法 我就先點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拉長 那我現在畫的線就是 這條線 這條線中間 那不要超過耶 好 不要超過 好 你看 這樣是不是沒有超過 好 OK 我最近 因為 發現 我覺得 GoPro 它在錄影的時候 它的對焦比較快 然後因為相機的抹殺 就會比較 會有緊張 所以它的對焦 會比GoPro 慢一點點 好 好 公布 4213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開始錄影喔 是用 我的手機錄影的 啊 我的手機最近開一個 機喔 因為這樣錄影它都快掛了 開個螢幕啊 或者你們 傳訊息物啊 什麼東西 要幹嘛幹嘛 所以要整個 二十幾秒 它才會 它才會反應過來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講到這一段 這一段你知道嗎 因為 我是在跟佩玲姐 問親談話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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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今天這個心情 超好的 這樣子 從頭到尾一直在講話 好 大家忍耐一下 好 那我現在齁 搭配 好 因為我今天 焦喔 它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不會教那麼多 啊等等我們 錄影完了之後 我再把它講清楚一點 因為我現在這個分隊 這樣畫線 比較最高 國中生 因為他們 對 就是你要 做到這樣就好了 啊等等 錄完影我再講 就不然錄進去 他要是做太多 他也辛苦啊 怕他們 不懂 好 啊所以 你可以 好 你可以用這樣 然後我再 畫條件 這個是我中間 要替掉的 好 用了色譜 然後這樣畫 那這個呢 一樣喔 距離都在中間 可是我這個 再補一下 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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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 有沒有 小畫機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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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要結束了 我這樣已經教完了 你看 有塊 來對一下 對一個 所以紅色的線呢 就是我不要的 所以它是對稱的 好嗎 所以我這邊怕有線會混淆 所以我這邊沒有畫 不然你可能會 劇錯條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這邊 範灑我就把它擦掉了 我就 這個 兩個 撐一 那中間這個 它是 封閉的 這樣 OK 三個而已 就這樣 結束 那麼簡單 好 掰掰 這個 非常 謝謝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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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